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大直有一家从香港来的 粤菜港点餐厅 里头的装潢用淡绿色系搭配工业风 整个感觉很清爽又时尚 这里的招牌菜脆皮鸡 口感特别的酥脆 夹带的是很丰沛的肉汁 还有这道火焰菠萝黄 一掀开里头竟然塞满了 丰富的海鲜相当的吸睛 还有大受欢迎的是这道 青花椒鲁鱼 店家特别挑选山泉水鲁鱼 用低温泡熟 让鱼肉吃起来几乎是入口即化 带着微微的花椒麻香 更加称出鱼肉的鲜甜 蓝色火焰全场吸睛 火焰菠璃黄才一上桌气势如虹 拔开凤梨盖 里头塞满红咖喱海鲜 有虾球 花枝 北极背等满满好料 还有这道蟹子XO酱炒粉 冬粉吸煲XO酱汁 搭配铺得满满满的飞鱼卵 更带来嗶嗶啵啵口感 我觉得它就是上菜的时候很漂亮 就是大家可以拍照 那吃的时候它又很有层次感 但是它会有一点辣 就是但是很下饭这样子 金居室觉与味觉享受 深受客人青睞的这间餐厅 就位在台北大直热闹的百货商圈 那我们家的特色呢 其实就是以新派港点跟摩登中菜 来融合起来的 但除此之外呢 我们虽然在产品上有做创新 但是我们还是有老月菜 跟老港点的底子在 老菜要新吃 风味可不能变 招牌的脆皮鸡 薛材很讲究 首先选用四台精的鸡 先穿烫去杂质再冰镇 之后冰镇 让它的皮可以收缩 然后之后再风干 抹上我们自制的胶原 滚烫的热油 先淋出一升集体的搭 但若要做到外酥内嫩 达到饱水多汁 火候时间都是关键 我们油温大概落在 160度左右 下去就是半炮半炸 大概要35到40分钟 肉缝里生出滴滴肉汁 一口咬下 酥脆的鸡皮和弹牙的鸡肉 还有充沛的鸡油与鸡汁 在嘴里交织出美妙层次 我觉得它脆皮鸡还蛮香的 而且它皮是真的很酥脆 是好吃的 而且它分量很多 然后它里面的肉质也很鲜嫩 我觉得是好吃 然后可以沾一点它的椒盐 口感也都蛮好的 以粤菜料理手法为本 也大胆融入大江南北特色佳肴 像是青花椒鲁鱼 就选用三种不同辣椒 来搭配山泉鲁鱼 吃的不只是食材本身 还有刀工学问 手法我们是鱼肉都是蝴蝶刀 让客人在吃到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层次感这样 透过精湛刀工片下来的鱼片 也要顾及完整度和咸嫩感 而秘诀就在这里 我们都是水滚之后鱼肉下去 然后用小火慢慢泡 把它泡到熟 绝对不能大滚 因为那个鱼肉会散掉 就不完整 滚烫热油先泼出焦麻辣香 再一道油淋 呛出青葱与花椒香 这道青花椒鲁鱼 每一片尝起来都滑嫩鲜甜 同时吸饱了麻麻的花椒香 只叫人流口水 你仍吃了脾胃大开 还有这道磨针中菜 送了骨骨老肉 捏好过油的松板肉 在锅里拌上三层骨酱酱 一一堆叠在盘中 迈向更上进 Q弹有劲的松板肉 搭配绕过胶痕的凤梨片 每一口滋味都酸甜迷人 松板猪肉 然后吃起来口感酸酸甜甜的 然后旁边又有搭配凤梨 就可以配饭 然后很下饭 也是一道 大家都很喜欢的料理 道道功夫菜 征服客人味蕾 还有造型齐趣的港点 馅肉霹铃骨 内馅坚持跟手工炒制 配料也不马虎 我们在炒虾子的馅料的时候 我们会让它赶炒上煎了两面 有点金黄色 加一点酱油的味道下去 让它有点带一个酱油味 然后你在所有的料之后下去之后 加完了所有的调味料 让它炒到它外面 就是带一点油味 跟还有一点焦香味 炒好的馅肉馅散发蚝油香 接下来要靠师傅的巧手 雕塑出霹梨果外形 这是源自香港咸水饺的概念 我们刚初在开这家店的时候 我们有去到香港跟大陆 有去学过 后来再回来再重新的调整过 因为有的 毕竟味道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 还是会整合变成 台湾人的味道比较那个 也是有保留在他们大陆 跟香港的特色在 精神维持不变 口味因地制衣 更符合台湾人的喜好 青绿色的外衣 模样陶喜可爱 一口咬下 带点酥甜 油丘痰 丰富的蟹肉海鲜馅料 吃起来咸香有味 而且清爽自由味 它吃的话 它的外面会有点脆脆的 然后鲜甜鲜甜的 那里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肉还蛮鲜美的 就是你不会吃就觉得干干的 它会有一点的水分在里面 对 让人散不绝口的港点 还有看起来很时尚的 网皮鲜虾肠粉 但里面包的不是老油条 而是越南网皮 因为油条在炸完之后呢 它会比较油腻 而且它在遇到肠粉皮的时候 因为它有带一点点皮 会有一点点水的成分 很容易就软掉了 网皮能够保持酥脆 再透过手工包入鲜虾 酒黄 鼻脆和马蹄 卷成条状后 下锅慢慢炸到酥 粉红色的外皮 里面包裹炸过的网皮 伴随鲜虾酒黄的Q弹 还有爽脆的鼻脆 口感层次很丰富 好像是油条 然后里面就是包虾子 因为它是做粉红色的 对啊 还蛮特别的 然后再配上它那个酱汁 我觉得它鲜度还蛮刚好的 然后整个咬起来就很酥脆 我自己很喜欢这套菜 特别吸睛的 还有这道用金光闪闪的 锻田鸟笼 承载的三层下午茶茶店 每一棵都精巧别致 有低蒸的松露香菇包 还有一拨开会爆现的 黑金流沙包 一次就能网络所有招牌甜点 这家港车小点 2018年从香港跨海来台开店 新颖的经营风格 颠覆一般人对传统香港茶楼的印象 它其实是我们是 Tiffany蓝的 然后我们有工业风的 新创的装潢 那它所以它比较偏向年轻化 虽然年轻 但保留老约菜和港点的体质 强调要好看也要好吃 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每一口也能很疗愈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带您到桃园 品尝很特别的鹅肉 这家餐厅的老板陈竹梅 曾经荣获神农奖的肯定 过去在桃园新屋 养鹅养了四十多年了 标榜天然放养 因为对食材很有信心 后来在农场旁边开了餐厅 自产自销 他们家的鹅肉最大的不同 就是用土鹅 还有丹麦白罗曼鹅 混血而成 改良了土鹅吃起来比较干涩的口感 这家的肉质比较弹嫩 而且热卖的白斩鹅肉 吃原味最能吃出肉质的鲜甜 鵝健康 这家的肉质现在你看 就知道看它的毛 活动力 就可以晓得这个 我是不是健康 精力旺盛的大白鹅 展开双翅追逐奔跑 仿佛就像芭蕾舞者 在场中央绕圈 跳起演舞曲 展现曼妙舞姿 这里是桃园新屋的养鹅场 采天然放养的方式 宽敞的运动空间 还有水池可以细水 每只鹅的羽毛白净漂亮 长得头好壮壮 大白鹅不只住得好 吃得更好 鹅是树脂类嘛 所以我们都是以 植物性蛋白质的 像玉米啦 要多少 那个黄豆粉 那种自己的米汤 吃素的大白鹅吃进香甜玉米粉 以及含有天然油脂的米汤 所以白鹅长得健康 肉池自然鲜甜 成竹梅养鹅养了大半辈子 从小家里就是务农 每天不是除草夏甜 就是和鸡鸭鹅作伴 我从小就帮妈妈喝羊什么 那个鸡鸭鹅猪都有羊 后来到了民国六十几年 我们工商业的发达 这个农业已经是落伍了 这人不仅是 但成竹梅很有生意头脑 把赚钱的生意冻到了鹅上头 我想这个鹅啊 它是素食的嘛 没有吃飼料 它也可以吃草 所以我想那穷本啊 比较低啦 比较有利口图 后来我就开始养鹅 陈竹梅蒜盘打得惊 但早期吐了肉质干柴 民众接受度不高 于是他突发奇赏竟然想到混血 在当兵的时候在走营 看到那个美军顾问团 看我们台湾的女人在 收出来的小孩 非常漂亮 后来我想到 后来那个我们自己的土鸥 和这个 那时候有丹麦的白楼曼进来 好像来做一个杂雕 所以后来真的是不错 无心插柳的点子 让陈竹梅整整花了三年 才研发出混血鹅 改良了土鸥肉质干涩的缺点 获得2013年神农奖肯定 于是他在养殖场旁边 开了一间餐厅自铲自铲 家人也给其帮忙 女儿拿手的白斩鹅 坚持用四个月大的嫩度 才会恰到好处 我们家的鹅是用120间的鹅 我们煮鹅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只要把鹅洗干净以后 丢到那个 就是水滚了以后 就把鹅直接放到里面去水煮 再用装满水的锅子 让鹅肉完全浸泡在滚水里 熟度才会平均 如果一个小时水煮 等到鹅肉释放油脂 肉香四溢 但这样还没完 还得再泡冰水 就是捞起来要泡冰水的原理 是因为要锁住它那个肉汁 冰镇好的鹅肉皮Q肉嫩 抹上适量盐巴 咸度刚刚好 新鲜白斩鹅肉一上桌 空气弥漫着鹅肉香气 尽管鹅肉长时间水煮 鹅皮仍保有Q度 咀嚼后渗出油脂 鲜香味美